这是一个台湾的盛事 听到马上要开始了 而其中自行车这个项目呢 我们的选手郑淮夺牌希望很浓厚 四年前他就参加了墨尔本所举行的天仗奥运 当时意外摔车了丧失了夺牌机会 四年后卷土重来 这次在台北成为夺金大热门 而白天他担任清洁队员 不放弃的精神也成为比赛中的一段假话 戴上安全帽全身标准配备 自行车选手郑淮 把饭店外的街道就近当成练习场地 为了保持比赛感觉 除了实测测试 健身房的脚踏车 还有重量训练 一个都不能少 外界评估夺金机会浓的郑淮 自己也信心十足 他认为在台北市政府绕圈赛12号比赛的这个项目 他对有信心夺牌 因为小时候发烧造成听力跟说话都受损 不过郑淮却没有丧失意志 28岁工作是清洁队员 4年前参加墨尔本的听障奥运 意外摔跤 跌出夺牌行列 4年后血耻 捐土重来 那时候还不知道 对脚踏车这个还不是很清楚 现在慢慢慢慢的往上走 视线也慢慢的看多了 然后能整个的视野也放宽了 然后又到欧洲去做一地区 吸收了更多 所以他整个的能力呢 一直往上在爬升当中 这是郑淮晚上进下水道清污泥的画面 利用白天时间上阳明山加紧做练习 就是这个不放弃精神 让郑淮成了听奥代言人 个人奋斗史也成了比赛外的一段佳话 中天新闻黄明君 学友好 台北报道